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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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我在手 一声怒吼 大胆没收 往哪里走 那人没收 没收往哪里走 新风作浪 天地颤抖 雕虫像极一个树柳 鞋和恶从来都有 鞋还深仇 逃不掉我 一招针随你虎口 咬的脸 归在手 伪装成朋友 我一拳把你打成骷髅 没喝酒 从没有停止过战斗 真爱总是能够坚持到最后 咬的身 归在头 终究没血肉 终究被真意专守 鞋和恶从来都有 鞋还深仇 逃不掉我 一招针随你虎口 咬的脸 归在手 伪装成朋友 我一拳把你打成骷髅 把你打成骷髅 没喝酒 从没有停止过战斗 真爱总是能够坚持到最后 咬的身 归在头 终究没血肉 终究被真意斩首 战斗 战斗 大哥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脑啊 这原来那么大 怎么现在变成这么小了 所以说你们两个真是没有见过世面的 要关心时代的发展嘛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最新的手机卫星定位系统啊 那个因为太过笨重已经被淘汰了 这是最新型的 漂亮吧 手机 卫星啊 要么是手机 要么是手提嘛 先叫着嘛 至于说卫星呢 说了你们也不太懂的 大哥 你挺潮啊 对了 大哥 如果那个卢蚁还活着的话 那站在马车上的人是谁啊 先找到卢蚁再说吧 有信号了啊 右拐二十米 你看看 有话说了 右拐二十米 那这里 这边 这边 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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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急地到了 就是这里了 我们进去 好 他就是鲁鱼 两位 这个人是万劫魂镇 不管是天魔还是地妖 就算是孙悟空来了 也得叫他在此犯身碎虎 两位 走 快走开 快走 大哥 二哥 这帮骗子口气比力气大 还说孙悟空来了也得粉身碎虎 我就这一声笑 他们就吓得缩头乌龟了 好 既然鲁鱼还没有死 二弟 你着手查一下 承熙那辆马车上的人 看看他和楼月哥有什么关系 遵命 大哥 那咱们呢 先撤 好 这位大妈 谁是你大妈 我还是你姑奶奶呢 不不不 这位姑娘 我 大哥眼镯你别见笑啊 请问楼月哥这 大哥 熙悉 你怎么来了 楚州城的西北风把我给吹来了 是吗 大哥 让我来 你别把姑娘又吓跑了 对了 我该介绍啊 这位是我的三弟她叫王傅曲 三弟啊 这是冰龙王之女 熙悉 你们认识啊 你好啊 你好 美女 三弟 你放尊重点 大哥 没关系的 你看 熙悉都说没关系了 大哥 你就别太拘谨了 真羡慕你这么年轻就认识我了 都是我很招摇 其实啊 我已经做得很低调了 好了 三弟啊 又是从那个什么网上背的吧 啊 这 这是我自己创作的 你的话呀 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的 你创作的才怪人 大哥 人家看着嘛 东哥哥 东哥哥 出事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他们这是怎么了 这种事情我只听说过 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听说过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 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真 大哥 这是玄兵之礼 玄兵之礼 大哥 看我的 傅娶哥哥 不能碰啊 三哥 你还真不能碰的 为什么呀 你看 他们身上的白说 粗看是说 实际上是光波 光波 光波 嗯 你看 无论是什么碰到他 轻壳之间就会融为一体 不过 这个光波也是有时辰的 过了一个时辰 这个光波就没有了 哦 好 好 不过 他们也完了 啊 那 那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大哥 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二哥 他们就这么完了呀 哎呀 韩娶哥哥 小苦 小甜 小酸 小辣 你们不能死啊 这样吧 要不然我去找王母娘娘 当初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 我去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哎呀 好 好好好 那多谢希希 钟哥哥 一个时辰快到了 哎呦 对啊 这里来回九重天 咱们要有一个多时辰哪 再说还要找到王母娘娘 时间恐怕来不及啊 大哥 找到王母娘娘 也不一定有办法呀 那怎么办呢 好 我就用我的降魔剑 最后试一试 好 大哥 我去拿 山帝 三帝 没事吧 二弟 大哥 主魁大哥 大哥 你别去 我去 没事吧 新世姑娘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三爹 干嘛 你的眼珠子 都快掉地上了 你说为什么大哥 每次碰到的美女 不是神 就是仙 而且关键时刻 还能救咱们的命 大哥总是好命 倒霉的 总是我 话也不能这么说 这就叫 什么样的男人 就配什么样的女人 我 我 是斜还是歪啊 不不不 你不斜也不歪 你呀 是有点贼 嘿嘿嘿 我跟你说啊 我是需要人指点 但是不需要人指指点点 但是为什么每次通往成功的路上 总是在施工中呢 哎 命不如人哪 大哥 查清了 此人姓郭名方 这个 是他的腰牌 这腰牌是驸马府的 但他是不是驸马 从他被衣着打扮来说不太像 至于是不是楚州城里的人 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钟哥哥 龙岳哥就是在这儿发现的 对 晓晓说的没错 当时我们正在查获方 你有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啊 我这儿没有 这前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啊 晓晓哥哥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晓晓哥哥 我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晓晓哥哥 我们这儿也没有 我这儿也没有 晓晓哥哥 我有 腰牌 工不放 看来死人 大有来头 是从京城来这里 也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说 他是从京城来的 你想啊 驸马府在京城啊 有掌劲 你们都不要动 好像是刘晓哥 快 你不用说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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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楼月哥吧 站住 楼月哥 站住 还一个哥哥 还一个哥哥 来了来 快帮我拉出来 快快快快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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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月哥呢 在那边 小辣在追逃 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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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 阿 小辣 小辣 大哥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是楼月哥 应该是 不过这一回 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应该是妖怪 西西说的那个什么玄兵之力 肯定是妖怪的力量 大哥 不管妖怪和这个人有没有关系 但妖怪和娄岳哥一定有关系 你们想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娄岳哥不要说杀狗官 他连衙门门都进不去 三弟啊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你直接说 他能收降魔剑 说明法术高强 大哥 三弟啊 你是害怕吗 害怕 上刀山下火海 我周过一下没痛苦 三弟啊 你是说要放弃吗 放弃 大哥 自从跟了你啊 这两个字我早就忘了 看来三弟已经有锦囊妙计了 你就别卖关子了 咱们应该去请西西 西西能对付他 乐什么呀 西西能消散蓝光 我看得清清楚楚 周葵大哥 大哥 没事吧 谢谢 所以说呀 妖怪也就这一招 咱把这一招破了 妖怪也就over了 哎呀 三弟啊 说起来简单 西西呢 她有她的职责 她是没有义务来帮助我们的 啊 大哥 死人关系吗 什么意思啊 啊 我通西西呢 只不过是在蓬莱 有那么一段来往而已 呀呀呀 只不过在蓬莱 有那么一段来往而已 你还嫌不够啊 有时候男人和女人 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够了 哇掐 爱情密集 你们两个闹够了 不要再乱扯了 分头赶回去赶紧着手调查 总之我认为呢 娄岳哥身后一定有人操纵 至于请不起兮兮 我得考虑一下 以后再说啊 对了 从今天开始呢 你们就进城 我呢上天去禀告玉帝 我的霞摸剑丢了 以后怎么办呢 这说到霞摸剑 霞摸剑他就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把剑还给他 他会杀了你的 杀我 没人杀得了我 或者说 有谁敢杀我 这个人 怎么看起来那么面熟呢 他就是所谓的天师 天师中魁 天师中魁 就是装管人间冤案的 降魔大神 你也知道 我们祖祖辈辈一直在传 我们家还供着他呢 太好了 连老天爷都知道我有冤 所以派他来帮助我 真是太好了 等等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找他呀 让他来为我报仇雪恨 晚了 为什么 他是能替你申冤 可是你先选择了我 你要六月飞雪我给你做到的 你要杀那个狗官我也给你做到的 你要杀那个狗官我也给你做到的 我一定可以帮你 我一定可以帮你 有仇必报自助必教 有仇必报自助必教 给我走 但娄岳哥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那样最好 就怕钦差大人到了 他们还活着 钦差大人 嗯 楚州六月雪惊动了朝廷 皇上派的钦差已经在路上了 你们这些人哪 就是禁不住金银财宝的诱惑 把那姓卢的接手给本官 这不是害了本官吗 那大人 您升阵巡抚的事 别提了 在这么紧要的关头 整个娄岳阁 斩出这么大乱子出来 哎呀 神官的事又得废歇周章了 你知道新来的钦差是谁吗 谁呀 娄天长 啊 那 那可怎么办啊 你不是说娄天长没戏了吗 是啊 后知这么多年应该是没戏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撞上了狗屎运 皇上启用他成了钦差大人 真是风水轮流转哪 智夫大人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千万不能让那个姓张的 还有那个姓卢的 落在娄天长的手里 卑之明白 什么样呢 好 没有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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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 你怎么来了 里边请 这么晚才开门 怎么 在这屋子里找到金子了 哪有啊 这屋子里空荡荡的 那个狗官你看 什么东西也没留下 这是什么 银票 你想逃之夭夭 师爷 哪能啊我 逃是愚蠢的 只要卢已和张二一招了 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 好 娄天长也会把你抓来的 我就是留在这儿 那个姓娄的他也不可能放过我 愚蠢 愚蠢 师爷 麻烦您给我指一条生路 这生路嘛 倒是有一条 师爷 只要您给我指出一条生路 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手不死 你要我往东 我就 用不着你赴汤蹈火 来来来 三弟 你回来了 等了 怎么样 三弟 有什么劲难了 我终于找到楼月哥的婆婆家了 这太好了 这户人家姓蔡 孤儿寡母 可怜人家呀 可怜什么呀 他可恶 为何可恶啊 放高利贷的 放高利贷就可恶啊 是啊 你们二哥 放贷的挣的都是黑心钱 据说这楼月哥当初做媳妇就是为了抵债 那你见过他婆婆了 可能他躲着我吧 一时没找着 大哥 明天再找吧 这阔地方天一黑 黑呀呀的 嗯 你倒是提醒了我 我们现在该出发了 嗯 好 我 救命 哇 哇 哇 让他命令まず ,你走 你闭嘴 手 手 手 把弓力農工 去哪里 把弓力辅 timest碉 你可是走 或是你三餐 我们赶快 骆月哥 你要继续作孽仇杀吗 你是来阻止我的吗 骆月哥 如果你有冤 我们会帮你伸冤 帮我伸冤 你是在我人头落地之后 在帮我伸冤吗 骆月哥 你说的这个是个问题 而且是个大问题 可我们也是为人间 惩恶迎战 住嘴 当噩梦蹂躏我的时候 我是来专药的 当我进大牢 当我被严刑拷打 能让你挺身而出 魏仁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当我叫天天不应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跑哪儿去了 骆月哥 对不起了 对不起 只是一句对不起 当我不得不为自己报仇的时候 你们这些所谓的天师 所谓的降魔大神 就会挡我的路 让开 不行 你是在帮恶魔吗 你说他是恶魔 他就是恶魔了 骆月哥 如果他是恶魔 应该接受审判 而不是仇杀 你给我住嘴 骆月哥 你听我说 我们家白贡宁 我从小到大 白给你磕头了 骗子 骗子 骆月哥 挪月哥 你是个善联的女人 你可千万不要上妖怪的当啊 龙岳哥你听我说 立刻停止仇杀 天倒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我人都已经死了 什么公道 还有什么公道可言 说到公道 你招来了六月雪 你知不知道 已经害死多少无辜之人 我没有杀无辜的人 我杀的是仇人 难道国方 也是你的仇人吗 卢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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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 我杀了 我杀了你 杀了你 原型佬 大剑 恶尹 还要动 看着娄岳哥 老天爷真是的 不帮我们反而怪我们伤着凡人 就是 这算是一个警告 警告 他应该警告妖魔 而不是我们 大哥 他身上有剑 这 您的意思是 要为我送行 别害怕 别害怕 我说的送行 是让你远走高飞 这样啊 那些银票呢 拿出来看看有多少 拿出来看看 知府大人说了 不够的话 让我再补上一点 有三万两 不值吧 大概 大概有三万两 师爷 如果你不信 我拿出来 您点点 好好好 师爷 全在这儿了 您点点 这可我三万两 来不用了 自家弟兄 我还不相信你吗 这 来 我这儿还有三万两 拿着 这多不好意思啊 这如何使得啊 也挺不容易的 拿着 你家上有老 下有小的 带回家 好好享清福去吧 拿着 拿着 谢谢师爷 我看啊 趁这学小 你就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好 谢谢师爷 来 我敬你一杯 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师爷 师爷 如果以后 有机会用得着班头的话 我定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让我往往东 我决不好心 你让我往西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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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家弟兄不说这些话 这 保重 好 我走了 师爷保重 保重师爷 多好一个人哪 小小 不能 坏 坏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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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公主 感觉怎么样 伤口好点了吗 我觉得好多了 谢谢公主救命之恩 也谢谢公主替我报了仇 你的仇就是我的仇 为你报仇 何朝不是为我自己报仇呢 公主的心中也有仇恨吗 有 仇是死海 优优独播剧场 雪停了 大哥 看来店主兑现了他的承诺 我看不像啊 我看也不像 你说这风吹在身上像刀瓜一样 比冬天还冬天 难道这妖怪的法力在店主之上 店主拿他也没有办法 那小子心里不服气 没看他横着眼睛朝我们 还有 这妖怪究竟是什么目的 莫非 他真的想帮罗岳哥不成 问得好啊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通常魔头害人 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但是这次我看 没有那么简单 大官 大官 配云寨旗号的 应该是钦差大臣 樓大人 天长 是天长 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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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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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是 算数 真的是你呀 你出息了呀 天长 老岳哥闺女 他冤哪 三叔 这我知道 天长 天长 你一定要给他做主 还他清白呀 我会的 三叔 你放心 好 好 那就好 走 咱回家 走 三叔可好啊 看来他就是卷宗上提到的楼天长 是楼月哥的父亲 在京城 在京城力部后绝 他现在是钦差大臣 荣归故隶 看来楼月哥喜冤有望 仇都报了 喜冤还有什么用啊 只要案子翻了 喜清了冤情 楼月哥就可以回家了 大哥 大哥 在我前面一条小巷 就是楼月哥的婆家 好 我们去看一看 大哥 那我也先忙我的了 大哥三弟 咱们回头见 大哥到了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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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老人家 天寒地冬 哭得时间长了 对眼睛不好啊 对眼睛不好啊 是啊 婆婆 哭久了 眼睛会肿起来的 老人家 你也许不用那么伤心的 我告诉你了 你的媳妇可能还活着 哎呀 婆婆 听你哭得这么伤心 不像是楼月哥冤枉 倒像是你冤枉 当然是我比他冤枉啊 您哭了半天是为您自己哭啊 您这人怎么说话呢 我就不能哭我自己啊 楼月哥是冤 可我比他还冤啊 楼家让楼月哥走而行 欠我的钱就收不回来了 我冤不冤的 我老板死得早 儿子是我唯一的依靠 可楼月哥 来我们家没几年 我那儿子就死了 你说我冤不冤啊 不知怎么的 那张老子就被咬死了 张儿无限说是我干的 可怜的我呀 被打得皮肝肉炸 你说说我冤不冤啊 可楼月哥 非要说是他堵死了张老头 被开刀问斩了 留下我无依无靠 还要给这老乌来送终 你们说说我 我是不是比那老月哥还冤枉啊 那个行行你先别哭了 我这脑子有点乱我得先捂捂 来 三弟 好 老人家 那这个张儿现在他在不在这里 自从楼月哥被斩 他就没回过这个家 不 这不是他们张家 但张儿敢再进这个门 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 好吧老人家 那我们先走吧 不打扰他 我们比老爷哥都冤枉啊 好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好啊 我先走了 父亲 不孝女儿 又来看您了 驾 围起来 就是他 给我抓住 秦将军 说得没错就是他 来着呢 给我抓起来 熙熙 你怎么了 给我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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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事情 的一切 也在风景后 你会看到我的游戏 等待是因为我相信 我终于看到 定着誓言有应 跟你觉得 等一种甜蜜的回忆 等北方的步步 在前面 你会发现我热情 等爱惜我 不知己